我们把增加这个东西 说完了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来说一下上传文件 上传文件这个也是你们经常会 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呢 就是我们在 就是那什么里边 遇到的上传文件 而这上传文件是你面试的时候 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就是做前端怎么上传 这个几个方法你都得会知道 这个不准备的 最后被问起来不知道 这个面试刷了 不要赖我 这个你们都要知道的 好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们来 upload 好 upload的话呢 我们也是先建一个新文件 upload 叫js 然后呢 我们还是把这个头的东西 先 先拿进来 这个打呢 就那什么了 我们把这个 然后呢 这个里面说一点 因为upload 我们不需要 没有任何数据 他这个框里面 既没有数据 要读 也没有数据要写 也就是他既不dispatch任何东西 他也并不要get state 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费这个劲了 我们就直接 xpos default upload 就完事了 然后在这呢 给一个render函数 render 然后底下是return 到号 好 在这个地方 先打一个地步 把所有的红线 看着太闹心了 我们先把它拿掉 这个 我其实到现在 我还不太习惯 一个 缩近两个空格啊 这个 难道是因为 我已经落伍了吗 两个空格有啥好处啊 好吧 然后呢 在这呢 我们显示的时候呢 会 input 那么这里面 我们要用到一个 input的什么东西呢 叫它type 等于file typ 对 type等于file 原来我们type 是等于tax 或者什么 这个是等于file 然后它的name呢 我们给一个 它的name叫做 我们先不给内 我们先给它的ref 等于f 就是f1 对 然后的话呢 这有个杠结尾 然后后面这个是 input type type 等于button button 然后value 等于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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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是我的unclick unclick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this.submit 点bond this 那么也就是说 我要再实现一个叫submit的一个啊 嗯 加一个这样杠 好了 然后在这儿的话呢 我 呃 要async 来实现一个 呃 其实不叫async 叫async 这个 它的全名字的synchronize 写短一点 因为那个单词特别长 但是我为了好念啊 就念成async了 不要有同学会来说啊 你这个发音不标准 嗯 OK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liteform 等于newform data 那么等于newform data以后的话呢 那么底下有一点 在这个里面 其实来讲 这个空间 这个file 这个空间是能返回多个空间的 是能返回多个文件的 你你你选东西的时候 也可以选多个文件 所以选多个文件的话 事实上 它拿上来以后 它里边这个值叫什么 叫files 那么拿到files以后 那么你要一个一个的把它 append进去 你不能一次性的 append 一个数据进去 那个form data是不支持的 你要一个一个的去往里放 那么一个一个的往里放 要怎么做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用一个特殊一点的 就是首先要把它变成一个数据 因为那个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 可以知道 它的files进来不是个数据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数据 那么用这个array from array from是this.refs.f1.files 这个地方你们要记住一点 然后在它拿到files以后 它是调用了for each for each里面是一个函数 就是对这里 对所有的那个array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拿出来 来做这个操作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 函数对吧 那么我把它写成一个 箭头函数的形式 写成箭头函数的形式 这里是 是form 啊 点 append 括号 然后呢 是fe 那有人说这个 每次都弄一样的 这可以 一会我其实 对刚才说给大家看一眼 那个发出去的form data 还没看 一会连着这一起啊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在这的话呢 我们开始发射 await 就是开始发送 await呢 fetch也是json fetchjson 那么这个就是 -s -upf 这个地方是l 然后在这 然后呢 我们也是不拿任何的这个信息回来 然后 然后呢 底下的这个 是它的options options 第一个是messor host 第二个呢 是什么 它的body里面 其实是什么 就是上面这个form 跟我们上面刚才看到的一样 然后呢 我们给它来一个console.log 跟大家说成功了 好吧 然后 好 那么这个东西完了事儿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子 没保存吗 啊 嗨 这怎么搞的啊 啊 import upload upload from 全都没写三号啊 好现在这个就有了 那我们随便选一个文件吧 这里边emulator taken 我看看这里边都有啥文档啊 这里不是空的 图片 这 视频 啊他这个都是空的 这大人 在这 新建一个吧 新建一个沃尔的文档 好 我们把它上传 点上传 而这上传完了以后 其实来讲 当你在这看不见东西啊 啊我们到这来看 看到吗 这里面现在上传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我们没给东西 看见吗 我们其实没给东西 啊我们可以在这打开它一下 嗯 reviewing explore 现在这个呢我没有改 其实你把它改成 doc点 这个点 里边大家看不见 docx 还问改是不是 是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合格的文件 只能打开 ok 那么 当然来讲呢 那么你说这个这个这个是吗 那么我们可以在 呃 在这个地方我们比如说 document的底下 我们真的再新建一个 就是文本文件 哎 那我们在里边打一行字 好吧 这个反正我们记住了 是一行字不出二的完事 我们再去上传一下 看看 看看 嗯 在这 上传 好 这是 为什么 concert的log没出东西 难道打错了 说一下 刚才是因为 服务器这边 怎么说呢 出问题了 就是放时间场了 因为这个 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你就把它呃 这么 ctrl c一下 然后你再运行一遍 你再运行一遍的话呢 那么在这边再刷 它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在这儿 我们选择一个 然后上传 然后其实来讲呢 你再上传 你看这成功了 这个已经出来了嘛 然后的话 你可以在这儿 你能看到它上传上来的这个文件 这里有很多了已经 嗯 我们来随便拿一个 拿刚才里面最新的那个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10 11 呃 这个是最新的 因为它名字一定会变了哈 干嘛 这是刚才我们输入那个东西 没有问题吧 所以这个刚才就是有时 就是因为我中午 吃饭的时候 这个服务器没关啊 所以它里面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时间长了 因为这个不是当 它不是长时间当服务器用的 呃 这是测试的一个 我写的一个测试的东西 很简陋的一个东西哈 好 那么也就是说 上传这块我们ok了 但是刚才我给 我跟大家说 我说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form data是什么样 因为这个 这个和这个都是form data 所以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呃 这个network 这个network 刚才在这儿的时候 有一个fetch 看见了 我们点到它 这个怎么把它弄小一点 这是每一个http请求 在整个这个页面活动的过程中 每一个http请求 它都包括一个request和一个response 那么刚才在你进行uploadfile的时候 那么事实上 它就记录这次请求 我们看一下preview 呃 heathers heathers 这里边是response的heather 那么这个就是request的heather 在request的heather里边 我们看有一个 这儿有一个form data 我们可以看去看这个pass south 这就是它里边的这个东西 呃 相应的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 呃 binary 什么什么什么 呃 我们如果不看pass的话 这就是告诉你一个f1 这里有一个binary 有相应的数据 这个东西就是通过这边过去的 当然来讲 在这儿我还可以再提交一下 比如AA AA 29 35 比如说我添加用户 刚才我给大家说一下 看aduser aduser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当时发送的一次请求 在这个请求里边 我们也用到了form data 因为它也是post的 那我们也看它的heathers 这是response 我们先不管 这是request 在request底下有一个form data 我们可以view这个south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AA 相应的东西 AA 345 如果我们不看这个viewpass的话 那么就是 它在这里边会有id 是AA name 是AA age 也就是说它是把整个这个数据传输过去 这个就是它整个的那个表单的提交体 是这样可以提交出去的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边 我们其实是能看到post的数据是什么样子 当然这里边你也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这次阿加克斯的数据 但这次这里边没有东西 它只有一个request 然后在response里边能看到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使用浏览器 针对每一次阿加克斯 我们能够知道传出去的数据是什么 以及传回来的数据是什么 那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我们到后面去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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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